我自己亲手做的 你们尝尝 尝尝尝 什么呀 自己拿呀 来 谢谢 谢谢 好吃好吃 吴梦 你不尝尝吗 我不吃了 我怕胖 这个是DOD糖的 不会胖的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你试试吧 好吃 怎么样 挺好吃的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手艺 你忘了 我爸是厨师 我从小跟着她打转 看都看不回 那以后你可得经常给我们做 对啊 我们以后下午茶可就靠你了 点心不错啊 陆总好 陆总好 陆总 这些都是童小悠做的 你快尝尝 小悠做的 试一下 来 味道是不错 看来你的厨艺 和设计一样有天分 给陈总提交的 秋季设计方向 他觉得怎么样 陈总觉得还是挺好的 我们大家都可以 按照这个设计思路 尽快地出设计稿件就好 好 跟我来一下 走 那你们先吃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不是咱们大家伙帮他想的主意 现在都成他一个人的功劳了 吴梦 我还以为你吃了他的点心 就和他成为好闺蜜了 跟敌人成为朋友 根本不可能 开会 陆星成有什么行动啊 但是那个什么 又是不接了 谁有奶吃就是你啊 所以啊 我跟你说 咖啡 谢谢 不客气 方便吗 你们俩 你们俩 把门戴上 杀啡 我答应了 你能说什么 我已经算了 你怎么那两天 我一定会上 就有什么 那你怎么得 三二林啊 怕你回到杂志社 夺了他的位置 所以他想赶尽杀绝 主编 你有什么对策了吗 如果你想杀个回马枪的话 我可以给你做开路先锋 你给我个指示也好啊 我不打算再回去杂志社工作 你在出版界风生水起 为什么要放弃呢 你一定不是因为我 你是为了奥我 那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帮我把我现在 在米家做的房子和车子 都卖掉 为什么呀 真的说什么 好的 谢谢呢 你现在怎么每天 都在这里练习啊 看男朋友现在出了点状况 再不努力练习 估计啊 以后连广告都接不到了 就是 那这个公司会跟你解约吗 温馨 你们可以不要再烦我了吗 走了一个小时都觉得累了 有这个时间说话 还不如多练习练习 怪不得 以你们现在的资质 不止这个不会用你们 就连街上的小广告 也不会用你们的 好 还有 这个已经跟我续约了 你们不用再担心我了 你们有没有机会 这则什么样的运气 感谢佟小姐参加我们这一次采访 那么我想先问第一个问题 就是 您平时的穿衣风格是怎么样 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我自己的话 平时会穿暖色调一点 我希望给别人带来的感觉 尽可能是阳光积极开朗 感谢佟小姐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客气 佟小姐对未来趋势的展望 非常有独到性 您给我讲了 这仅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能代表整个时尚行业 我们的读者就是喜欢 这么有独特性的观点 同小姐 眼下呢 各个秋庄公司已经开始设计 那我想问一下 关于严格今年秋庄设计的方向是 这属于商业机密了 我不能透露 好 非常感谢佟小姐 今天参加我们的采访 打扰了 嗯 辛苦 再见 怎么拎这行李箱就来了 离架出走了 想这味儿了呗 一下飞机就过来了 等会儿 累死我了 给你尝尝我新颜值的卤味 好 快点 那你喝点水吧 报告 来了 如如 这么巧 你怎么来这儿吃饭 小悠最爱吃这儿的面了 她正在加班 所以我想着过来帮她买一碗 打包一份小悠最爱吃的面 千万要记得 面和汤要分开 好嘞 真贴心啊 陆总 那你先坐 好 我这不是担心她的身体吗 我是真的没想到 小悠工作起来 竟然会这么拼命 很多人只是把设计 当成一种谋生的手 好像只有她把设计 当成了自己的梦想 就她这梦想的种子 还是你给种下的 我吗 当年你设计了一款 叫尼基的礼服 小悠看到之后爱不释手啊 还有你当场鼓励她 她坚持梦想努力生活 你都不记得了 没 我只是没想到 小悠竟然过了这么久还记得 岂止是记得呀 你都不知道 她在下一站软尾看到你 看到那礼服的时候有多开心 你设计的尼基还有你 你设计的尼基还有你 一直都是我世界梦想的一个目标 我能成为设计师 能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 都是因为你 我再次见到你 真的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你还可以 可以啊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之前见过吗 没 没见过 没见过 没见过